星期爸爸有年的時候遭遇戰亂遠離江鄉 父親節快到了 感年爸爸辛勞板橋區公所 舉辦109年度性別模範父親表揚活動 區長范江坤禾表示 今年一共選出25位的模範母親 每位爸爸養育子女 背後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今天我們板橋區 總共表揚了25位的模範父親 我想每一位父親對家庭的付出 背後都有感人的故事 一位為模範父親上台領獎 家人陪同見證光榮時刻 立法委員羅志正 新北市議員葉元之獻上祝福 而劉美方議員則鼓勵 不要覺得男兒有淚不夠堅強 呼應表揚活動的性評主題 恭喜大家可以成為我們板橋 最模範的父親 也是我們學習的對象 男兒有淚不清談 但是呢 我覺得爸爸 你如果心情不好的時候 不要覺得說流眼淚 是覺得不夠堅強的行為 父親的角色不好當 不管是賺錢養家 還是教育子女 藉著父親節的機會 感謝爸爸的養育之恩 也擦乾父親隱藏的淚水 記者 梁安靜的美食 宣伯橋報導